而在国际的碳交易市场当中 活跃着一批国际买家的身影 他们已从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 然后卖给发达国家来获利 在低碳经济兴起 金融危机冲击大国利益博弈之间 他们也在感受着碳交易 这个新兴市场的冷暖 分享过盛宴之后 目前正在观望着 哥本哈根大会能给他们 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在北京CBD核心区的 一栋高档写字楼里 开放的空间 安静的环境 看起来和一般的公司 没有太多区别 但是这里十几位 毕业于国内名校的年轻人 正在从事的 却是一项新兴的国际贸易 就是买卖碳排放权 他们所效力的是一家 2005年成立的瑞士企业 2007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目前注册资本数亿欧元 是当前国际碳排放交易领域 一家排名靠前的交易商 在中国寻找开发和购买碳减排权 然后卖给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 是这个代表处的主要工作 记者了解到 两年前这个代表处刚成立时 这里只有两名员工 而现在已经将近20名了 我们现在的规模呢 等于在整个这个领域里边呢 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规模 到2012年我们整个的这个 以签署的这个减排量累积呢 应该是在3000万到3500万吨 二氧化碳减排量 3000万到3500万吨的减排量 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数字约占到去年 全球碳交易总量的 千分之六到千分之七 按比例估算 交易额至少在六七亿美元 据记者了解 前几年在中国一些减排项目上 国际买家可以以 每吨七八欧元的价格 买到排放权 然后转手就可以以 每吨四五十欧元的价格出售 巨大的利润空间 很快吸引了全球上百家企业 来分享这一盛宴 不过由于金融危机的打击 一些国家的购买力受到影响 加上全球性减排协议出台的 不确定性 国际市场上碳排放权的 现货价格 也出现了单边下行的走势 欧洲气候交易所价格 从每吨最高二十多欧元 最低降至每吨七点五欧元 约半数国际买家 在这波寒潮中倒下 对于坚持下来的国际买家来说 最近最惯心的 莫过于哥本哈根会议 是否能达成实质性成果 因为此前京都议定书 所规定的强制性减排约束 到2012年就将到期 如果达不成新的协议 整个碳交易市场 都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经常如此 不论是国际买家 还是国内的专家 都坚持认为 碳交易是促进减少排放 和增加清洁能源使用的 有效的经济手段 必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实际上的全球不少国家 都在加紧发展碳交易市场 以此来争夺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制高点 对于碳减排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 用二氧化碳的贸易这种形式 来促进可再生能源 和能效项目的发展 这个方式绝对不会死掉 中国真正意义的 这种市场化的碳交易 还刚刚起步 及早布局 及早做好准备 对于中国碳市场的建立 会有很大的好处 目前全球不少国家 都在积极发展碳交易市场 在欧洲 设在英国的欧洲气候交易所 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主导着碳排放权的世界价格 另外在挪威 有Nordport交易所 在德国有欧洲能源交易所 在法国有Blue Next交易所 在美国有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和绿色交易所 在澳大利亚 有澳大利亚气候交易所 在加拿大 有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 在印度两大商品交易所 也都推出了碳交易产品 在我国北京环境交易所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也已经相继成立 尽管目前交易量 还寥寥无几 但是已经起步 正在为推动 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形成 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定价权 做出积极努力 现在据统计 2008年 那么这个交易量 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金 那么到2013年 将超过6000亿美金 到2020年 将达到3.5万亿美金 所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 很快就会超过石油 成为第一大市场 所以在这一方面 作为我们国家来讲 非常重要的是 要整齐在这个市场上的 话语传 丁家传 然后另外我们应该在 金融体制 法制建设 人才培养 等方面 我们应该有一个 朝前的谋划 您正在收看的是 新闻直播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